不捨沈翰殉職 忍悲痛 守護旅客安全為首務 今天旅客比較多的老闆 現在稍微走一下車程 好 看一下旅客上面或下方 坐下方的行程 坐到 鐵路警察每次上車都會這麼做 就是要讓民眾能安心搭車 列車上的安全為務 我們除了旅客的安全以外 那當然主要是以防竊 或者是提高見景率 讓民眾安心為主 所以我們在列車上的巡邏 上車之後是會 前後來回巡視 那由那個列車頭走到列車尾的方式 那順便查看一下 列車的環境是否安全 這只是他們例行勤務之一 下車後還要到車站內 到處走走看看 我們現在等車 然後他也沒有買票也沒有吃飯 然後一直在滑手街稍微看一下 他們除了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之外 還要隨時應付月台上各種突發狀況 除了無票 旅客就分以外 可能還有那種是強拉車門的問題 對那這還蠻危險的 有旅客他可能本能反映他伸手去擋 他們可能就是民車要開 要已經要啟動 那還是強行要進入車廂的問題 那這點我們在月台就會做主持 所以剛剛看到就是 我們會來做一些防治的工作 面對工作上的危險性 他們說只有自己可以保護自己 所以沒有後悔當初的選擇 突發中心 我會先去放棄啊 報道 來爆料 每月有賞六十萬 一經錄用現報一千 照片一千 影片兩千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十萬 月冠軍再賞二十萬 你敢爆料 我敢給錢